中达经济罪犯国保集团总裁朱国龙 涉及多起炒股案被判刑 他在去年9月7五一天 驾保金潜逃到国外 当时帮忙逃亡的旅游大亨周哲南等人 依违反入出国移民法等罪被起诉 台北第一院9月间 轻判周南一年2月 最高检察署召集北检研议后 认为判决太轻 决议上诉第二审 并游艇为犯罪工具为由 申请法院没收价值175万美元 游艇或追征价额 现在检方更公布当时的游艇照片 回顾整起案件 朱国龙去年9月到派出所完成例行报道后 当晚就由周南开车 载他直奔到台南安平港 还搭乘周南所有的游艇到菲律宾 任务完成后 周南随即将游艇开到苏比克湾 委托出售 检方调查后将周南等10人 依法提起公诉 法院审理时周南还否认犯案 自身是遭到朱国龙蒙骗 一审获得轻判 案件判决后 北检再提上诉 请求二省高等法院加重刑毒